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半小时后,丁钱的手机又响了,这次他接了,郭荣荣在电话里焦急地问道 他说,你现在在哪儿啊? 丁钱悠闲地回答,我在街边地摊吃关东煮呢 丁钱望着对面的姜雨昕,就回答,是啊,他是和我在一起 丁钱回答得如此直接了当,郭荣荣都不知道如何往下问了 赵刚毅此刻就站在自己身边,像个磁磁喷气的高压锅,随时都能爆炸一般 这通电话就是他逼着郭荣荣打的 他回来一看,姜雨昕不在病房,马上就怀疑是丁钱搞得贵 是这样的,你如果现在遇到什么麻烦,可以跟我说 郭荣荣尽量按时丁钱,希望他能找出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 他也好应付赵刚一 还有什么麻烦呢,我现在很好啊 郭荣荣现在要是能够够到丁钱,一定把一国关东煮扣到脑门上 赵刚毅看郭荣荣说话吞吞吐吐,急得一把把手机抢了过来 送电话质问,丁钱,安琪是不是在你那儿 没错啊 你好大胆子,竟敢私自释放嫌疑犯 你犯罪了知不知道 我请你半个小时之内赶紧把人给我送回来 我可以按照自手处理你,给你重情发落 赵刚毅嗓门大的隔着手机 连坐在丁钱对面的蒋雨昕都能听见 他紧张地问丁钱 丁医生,是不是警察要来抓我了 丁钱压压手,让他别紧张 笑呵呵的对手机那头说 赵队长,何出此言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少装糊涂,跟警察对抗 没有你好果子吃 那我就更糊涂了 我这是普通老百姓 安琪小姐是不是嫌疑犯我可不知道 但我就不明白了啊 你们警察抓人放人都是随心所欲的嘛 想放就放,想抓就抓 啊 你这是什么话 赵刚毅感觉丁钱画里有画 难道你不知道是陈丽警官放的人 要不安琪如何打开手铐的 怎么,他们要跟你说吗 你问问他得了 陈丽此时就坐在江雨昕的病床上 刚刚醒过来有些迷迷糊糊的 赵刚毅刚才一进病房 看见躺在安琪床上睡觉的陈丽 就气不打一周来 还没来得及问他呢 他沉着脸问陈丽 安琪是你放走的吗 是啊 陈丽不加思索脱口而出 话也说出来 人也清醒了 看见赵刚毅怒目切齿 简直要吃人了 他吓得连忙改口 不是,江雨昕不是我放走的 不是你又是谁 是 陈丽努力回忆昏睡前发生的事情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他惊恐地发现 他居然失忆了 看到陈丽变貌变色 赵刚毅也是很吃惊 但又猜不透原因 我问你 是不是丁前把安琪带走的 陈丽急忙点头 是,是,就是他 郭荣荣在一旁察言观色 似乎琢磨出一些名堂 他问陈丽 那你说说 丁前是怎么把安琪带走的 陈丽神色一致 我 还有个问题 安琪不是你负责看守的吗 你还把他靠在床上 手铐钥匙在你手里 不经过你 谁又能把他带走啊 除非是你撒谎 放走安琪的人根本就是你 我 我 陈丽急得满头大汗 却有口难辩 赵刚毅简直气炸了 但他怎么也无法相信 陈丽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 他无意中发现 郭荣荣脸上带了几分调笑之意 心头一动 对着手机那头的丁前 立声说道 我问你 是不是你搞的鬼 什么 你少装糊涂 你表面上装模作样的 给马明阳治疗 帮他恢复记忆 其实都是扯淡 你根本另有打算 你再等机会把安琪救走 是不是 赵队长 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 你们警察做事 最讲证据了 那我就请问赵队长 有什么根据说 是我把安琪救走的呢 赵刚毅一时语色 至于我跟安琪一起吃饭 这本身并不犯法呀 是你们陈警官把他放了 我为安琪的朋友 为他接风洗尘 不算罪过吧 别了事 我就先挂了啊 你跟你的部下好沟通吧 丁前挂掉电话时 眼前都能浮现出 赵刚毅气急败坏的嘴脸 他见蒋雨欣闷闷不乐 直指锅里的鱼丸鱼鱼卷 就说 赶紧吃热吃吧 凉了就没味了 丁医生 真的没事吗 想雨欣坠坠不安 哪里吃得下呀 会不会是我把你拖累了 要不然我回去自首吧 傻话 丁前拿起一个签子 串好的鱼卷 塞进嘴里 嚼得有滋有味的 赵刚毅现在钻进牛角尖了 把自己的双眼都遮住了 已经看不清案子的真相 我如果再无出手 怕是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他其实应该感谢我才是 有多严重啊 蒋雨欣瞪大眼睛 有些呆萌地望着丁前 女人的好奇心还真是要命啊 你说的没错 事到如今 丁前也不隐瞒 医院里并不安全 孙文差点给你注射青霉素 这并不是疏忽 他确实心怀不轨 你怀疑有人想害你 我现在相信 这是真的 可是我跟孙文并不认识呀 他是你的歌迷 歌迷 歌迷为什么要杀我呢 具体原因 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按理说 我应该跟赵刚毅合作 那样调查起来更容易 但我得先保证你的安全 你的意思是 还有人想杀我 蒋雨欣难以置信 为什么呀 不知道 但这件事相当蹊跷 我是第一个发现孙文自杀的人 他的自杀模式 跟之前马明阳那四个人十分相似 现场消毒室里 也播放着你那首最爱 我还在孙文首长下面 发现了一张自杀方法说明 我当时急忙去找赵刚毅报警 可是没想到 当赵刚毅走进消毒室 却没有听见歌声 那张纸条也不见了 那就说明 有人在我离开之后 近过消毒室 他的意图我还猜不透 而且消毒室附近没有监控 我根本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人存在 甚至我都不清楚 对方是一个人 还是几个人 所以说 假如这个幕后黑手 想对你下手 他在暗 你在明 赵刚毅又属于防范 那你的处境 就太危险了 把你带走是下策 也是迫不得已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